重庆万胜区和双桥区接连爆发 万人上街抗议薄熙来主政时期遗留的烂摊子 除了万胜区万人继续上街散步 抗议先前的合并之外 6月6日重庆市双桥区数千名居民 也上街堵路抗议合并 双桥居民遭到重庆防暴警察强力镇压 造成数十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名孕妇 7日抗议浪潮持续高涨 双桥区罢工罢市 上万民众走上街头 当局也调来数千警察驱散人群 双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局势陷入紧张 重庆万胜区从4月开始出现万人抗暴之后 5月万胜区数万名市民陆续在广场所为散步 因此引起政府恐慌 连日来重庆当局派出大量防暴特警遍布在人群中 如果有人成群议论立即驱散 甚至使用暴力并抓捕市民 6月7号万胜再次爆发较大的警民冲突 当晚数万名散步抗议的民众陆续返回时 遭到警方的抓捕和暴力攻击 民众因而向警方反扑 但被大量催泪弹取散 警方还向住宅楼上观看的居民发射催泪弹 造成居民受伤送医 一直帮助弱势群体的天王人权中心 非常了解重庆万胜区的抗议情况 天王创始人黄奇认为 这次重庆民众采取的柔性抗争方法 是吸取了几十年来中国人抗争过程中的经验 自从薄熙来被停职接受调查之后 重庆持续发生万人上街抗议的事情 民间普遍认为 这都起源于薄熙来留下的烂摊子 比如强拆 打黑制造冤案 行政区不合理合并等等 重庆外市区 还有双角区 还有其他区域民众的一些抗争 与相对聚集爆发的状态 一方面是历史上积累的问题 包括他们的社保 以及其他方面的都没有充分处理好 另一方面的说 当局在于一些施政政策 没有充分的透明的告诉民众 其实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跟中共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6月8号的重庆市发展民营经济大会上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 决定提升暴力手段维稳 他在会上声称 要进一步健全法治环境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不受侵犯 大纪元新闻网评论认为 张德江高调挺私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企图用所谓靠不住的法治 来掩盖中共无法无天的罪恶本质 用小恩小惠来欺骗和收买民企老板之心 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难保在薄熙来之后 不出现一个张熙来李熙来 其实胡温通过薄熙来的失败 他也看到是共产制度 是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 对于胡温来说 薄熙来这个案子 是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这个党如果真的没有希望 能够维持下去的时候 他们怎么摆放自己 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大纪元的报道说 张德江自入主重庆以来 试图收拾薄熙来 在重庆黑打期间留下的烂摊子 以治理重庆有功为跳板 为入场铺平道路 但事与愿违 中共高层分裂 重庆的群体维权运动 风起云涌 让张德江措手不及 泥潭深陷 走投无路的张德江 不得不将维稳的暴力升级